粒濺れてもかわわないと しぶきあげる君が きれてくお Hello大家好 我是陳豹 今天陽光有點大 然後我今天本來是想要 從新宿站坐車到香根去一日游 結果呢 就是跳麥完了 然后就买了明天七点钟的票 今天我们就在新宿逛一逛买 刚刚被吐槽了说 说我带着围巾 想要吹着风喝着冰咖啡 算转场到新宿育愿 结果人好多哦 这边有那个就是暗内的图 就是指示图 也有中文的大家可以随意去 我们拿一份中文的给大家看吧 中文的讲的还蛮清楚的 就各个区域都有 那我们走吧 还想去那个上沿自公园 不去太远了 之前在国内很火的那部 你的名字部动画的作者 新海成 他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叫《炎夜之庭》 然后那个片子的舞台 就是在新宿逛一员 哦我知道 那个角控的故事 对就是那个角控的故事 我们现在 是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动画里面聊天的场景 想拍是不是比较唯美一点 我以为这里是一个放香烟的垃圾桶 结果上面写了禁烟 为什么要有这个罪格 明明的话你就没有啊 设定呢就是在那个六月份的美语季节 然后一到美语季节两个人就在这个庭中相遇 一个陶班一个陶客 我就是那个陶班的人 然后男主都是那个陶客的 在这边相遇久了之后 男主就突然之间说 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 因为他想要做鞋子 他就问女主借了个脚 然后呢 女主就把那个脚踩在这个地方 然后给他量那个脚围跟那个长度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场景感觉还蛮妙的 作为一个不是脚控的人来讲 这个场景真的有点妙 但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很适合陶班呢 花200块钱陶个班不错的 嗨我 你在直播吗 没有 我的意思是想说封面要怎么拍 封面的名字就叫 花了个200块钱淘了个班 我是女主的话 我是这样淘的 女主还在那边看书 我觉得特别假 一个一个就是这样淘办 哎呀我不想常办 我现在应该属于秋冬了吧 玫瑰啊 这个季节有玫瑰 有绣球花 还有菊花 那个菊花 哎呦我看到一个大蜘蛛 哦好大 在哪 好大在哪 我看到好大又我 怎么都黑色的 哦一条金黄色的鲸鱼 白的吧 这个镜头你看是金黄色 闪闪发亮 你看你看你看 哦 快点快点 转发这条鲸鱼 还是想画得看 know- Olivia babe 唐祝 唐祝 还有 Yamag 猫 · 这边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那边要不要去休息 先说孔子是一个学外文的先驱者 他在古兴当中有一句是斯科语 被摩尔姐读成日语的斯科语 现在在庭院里面 闭寒 现在蛮冷的 也不用沉凉 休息一下 所有同学在准备他的装备 大单凡 这里是玉门法国梧桐区 没办法 阳光就是这样子不给面子 就没了 葫芳树 就只能看到酷酷的树枝 我们就在这里坐下 这个时候缺一杯咖啡 应该要买杯咖啡的 就这个人要给我拍照 然后就躲在这个地方 他以为自己狗仔对吗 他以为自己狗仔对吗 广队的草坡 广阔的草坪中柱出现了这么一棵树 真的是好大哦 也马上要到夜晚了 那今天就到这边吧 没有去城乡更真的有点可惜 但买了明天的票 大家一定要来看我的Vlog Vlog 还是Vlog 大家一定要来看我的Vlog 然后 然后 喜欢我的记得给我点关注比例战的朋友 那记得给我投个B 今天的服饰太可怕了 你知道 过敏就这种感觉